欢迎来到民事台湾学堂哲学堂浅浅的节目 我是今天主持人叶浩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大中国史观与历史哲学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 关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的健康而言 知道过去多少历史才能够好好活着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知道太多的历史可能会压垮我们的现在的生活 那知道的太少或太多都可能会对于历史造成有趣 另外一方面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 他在著名的《1984》里面 他曾经说过 谁掌控了过去 谁就掌控了未来 谁掌控了现在 谁就掌控了过去 他的说法是 当权者通常会透过历史的形作来告诉我们是谁 而透过这一点来告诉我们未来要往哪里走 我们这样听下来这两段话告诉我们说 历史这件事情跟哲学跟政治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了 以政治哲学作为专业著名的成功大学政治系 梁文涛教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一个问题 大家好 好 可不可以先请梁老师告诉我们 就你所理解的怎么样子来看这样子的 既政治又历史又哲学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我们看历史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用哲学的方式去反思这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从小都会有受到一些的教育 学校教育或父母的教育 会告诉你过去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说更大的是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这些的说法本身背后都有一个框架 一个论述所谓论述的框架 当中也牵涉到很多的概念 这些概念是我们惯常来接受了之后 就很少会去重新去思考的 那我认为目前不管是在香港或者说在台湾 因为我是香港长大的也很关心 香港过去怎么理解香港的历史 那来了台湾之后也发现 对于台湾的历史的塑造也很有趣 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到底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所谓中国的历史 因为香港跟台湾都一直被认为是 所谓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好好去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 可能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 还有架构所塑造出来的一些说法 一些所谓的史观 可能是某一种特定人物 或者说政治方面的力量 令我们相信过去 正如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OL也提到说你掌控了过去 就有可能掌控了未来 重点是你要掌控现在 你就可以掌控过去 你就是掌控对历史的理解跟诠释 所以我们要好好反省 我们过去一直接受的这个历史观 背后的这些分析的概念跟框架 所以当然所有这些史观都有一个 背后都有一套论述 或者是可能有政府透过历史教育 让中小学的学生 都可以学到一套特定的理解方式 那对你来讲 就台湾而言 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 特别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的面向 其实我观察到一点 台湾当然有一个很大的情形就是 从小都会接受党国的时光 这个党国时光会告诉你 一些中国的过去的历史 那当然很重要的这个元素 就是希望你接受 一个所谓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 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那我想要提到的一点就是 我认识了很多的台湾朋友 他台湾的主体意识也非常的强 但是他们呢 我有个心态就是 好 我接受你中国人 对中国历史的诠释 还有框架 还有概念 但是同时呢 就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中国人 然后我跟中国没有关系 那这个是会带来一个问题是 会错误的了解台湾的历史 你是说即便是重视台湾主体性的人 也可能是接受了一整套大中国的时光 对 他比如说他会接受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 比如说清代 清朝 这些其实是大中国时光 你在论述台湾的历史的时候 如果难免一定要跟清 大清帝国连接在一起的话 那你如果接受他的这些的说法 无形中其实你已经接受了这个大中国主义的时光 你很难真的跳脱这个框架 然后发展出一个台湾人 怎么去理解中国历史 这是不一样的 台湾人可以有理解台湾的历史的方式跟观念 但如果这些台湾人理解台湾的观念 历史的观念跟框架 被这个走在中国时光的影响的话 那你其实就已经被影响 而且前沿默化的 是你接受了一套大中国主义 你的意思是说 就像其他的国家的人或者其他国外的学者 他们也可能会对于中国有一套时光 或对台湾有一种特定的理解的方式 所以你是以这个角度来讲说 台湾人也可以有自己对待中国的理解 对 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认为是反面教材的 是比如说Fairbank 费正清 对费正清 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历史学家 他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国史观 也就是梁启超 他们之后一直以来发明跟巩固的大中国史观 那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去理解中国 他去学习 中国人怎么看中国 那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套 跟中国人怎么看中国的历史不一样的东西呢 其实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机会谈到的 可能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 他们去做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台湾人要有自己对于中国的历史的一个自己的诠释 而不是接受过去从梁启超下来的一些中国人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对中国历史的诠释跟理解 那现在在台湾普遍我们大概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就是对于中国史观的理解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是说对中国史观的理解大概只有两个管道 一个就是过去中国国民党 因为国民政府宣称可以代表中国的时候所教育的史观 有趣的是我在香港长大的时候所接受的即便是英国殖民地 所接受的中国史观也就是国民党的那套史观 因为当时国民党影响力在香港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英国人没有叫我们英国历史 没有强迫我们念英国历史 但是他会强迫我们念中国历史 那这个真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英国跟美国的一些所谓中国史的专家 或者说中国通 其实都是接受我所说的大中国主义历史 那接下来当然就接受了国民党的那些教科书等等 来有受到影响 那台湾根本不用讲了 那这个是其中一种 另外一种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史观 那中国共产党的史观呢 在过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时代 比较左派的狂潮的时代 他们是真的完全就是马克思主义去理解 比如说过去中国就是封建社会 所以呢 有一个唯物史观的方式来去理解中国的历史 所以都是奴隶社会 所以他们中产党就要解放 让中国人民呢可以存这个社会主义慢慢过渡到共产主义 那当然到了1990年代开始呢 其实张哲民上台之后 因为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关系 1989年的六四 影响他们执政的正当性 所以他们重新呢要就把中国民族主义 类似国民党那条史观呢拿来用了 所以他们后来发展出的那个史观呢 在1911年以前的这个权势 都跟国民党的那个史观是很像的 但1911年之后当然就不一样了 1949年之后就更不一样了 对于抗日战争 对于所谓的国共内战的了解 那两方面的历史的陈述 当然都不一样 但是在1911年 对于1911年以前的理解是类似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大中国主义史观 也就是我们主要针对要谈的部分 所以照你的理解 中共或中国政府也是 因为在江泽民上台之后 透过历史重新的诠释 然后接受了中华民国的史观 或者所谓的国民党的史观 然后结果造成了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1911年之前 其实他们的理解都是一样 那之后就变成了不一样 所以就可能会涉及到他们 比如说中共或者国民党 各自对于现代中国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 完全的不同的理解 我们中间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民事台湾学堂 哲学堂浅浅的节目 我是叶昊 我们正在和陈大梁文涛教授讨论 什么是大中国史观 以及它背后的历史哲学 可不可以先请梁老师 简单告诉我们 你所认为的大中国史观是什么 大中国史观有四个元素 第一个 支持大中国史观的人他认为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第二个 这五千年历史当中呢 是由不同的朝代 按照先后顺序 按照他们的正统的传承 来达成的 第三个呢 是这块东亚 芝拿土地上面的大陆 是由不同民族组成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 然后都是中国人 然后最后呢 这块土地上虽然那么大 但是呢 我们常听到就是说 他们合九必分 分九就必合 那这个就是 大中国史观的四个元素 那这我们都还蛮熟悉的 那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基本上我们要去理解 就是我刚提到的 这个是我刚提到的 框架跟概念的问题 那所以中国本身 我们要了解是 中国这个概念 到底它的演化 演变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一般的理解 中国 是不是很久以前就我在用 没错 中国这两个字 很久以前就有在用 但是它的概念本身所指的 并不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中国这个概念 现在中国概念 是包含了政治性 还有地域的概念 所以中国概念 这个政治概念 是从梁启超 二十世纪初 他们所发明的 也就是说要配合国际社会 所说的 建立的这个现代国家 所说的这个所谓中国 1911年之后更确立了 因为所谓中华民国 政府成立了 那就简称中国 所以就非常明确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要不要介绍 这个中国这个概念是 可以追溯到五千年 我们是也可以再讨论 因为如果你的中国 是一个文化概念 那这个也可以再讨论 我们只要有机会再讨论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们没有必要要去把中国 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中国 回溯到追溯到五千年 那第二部分是 就是所谓有朝代的更替 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正统 那这个通常都会被挑战 说中国怎么会包括蒙古国 蒙古人所建立的所谓元元朝 然后女真人所建立的所谓清朝 都变成一个朝代了 那有些说法是 这明明就是外族入侵嘛 那怎么会是中国呢 那所以这个就面对了一些难题 那当然有很多的理论家 他尝试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之后也会可以讨论 那第三个呢是 这个土地上面 这个东亚大陆 这个块土地上面呢 这著名呢 我们都统称叫做中国人 或是中华民族人 那当然这个前提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判断谁是中国人 比如说 我们所熟悉的新疆 为什么叫新疆 是因为大清国 他发现这个是原来 这个大明帝国没有的疆域嘛 后来他们打下来了 所以就叫他新疆 那这样的说法 那到底新疆人 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还有所谓我们现在的图博 也就是 一直我们大家所说的士藏 士藏人算不算中国人 当然你现在大家都说 当然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可以想看看 他们真的是中国人吗 而且他们根本也不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 那更有趣的当然就是 香港最近也有一些民调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是占了相对的少数 所以是很有趣的 你这个中国人认同 不是你可以强加于其他人 那就可以达成 当然他有这个好处 就是可以巩固他的政权 让他爱你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都要爱国 我就是代表中国的 所以等等这些政治的因素 其实都在里面 那这个是第三个部分 那第四个部分 也就是 也有跟第三个部分有关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这什么意思 是假设了中国有一个固有的疆域 你才可以和久必分嘛 但是问题是说 那到底固有疆域是到哪里 是大秦帝国的时候吗 大秦帝国的时候 好像南部的部分 也不是大秦帝国所包含的地方 当然 所以你南部的地方 包括可能香港 有的说法也根本不是 台湾也可能也不是 所以台湾自古以来 怎么会是中国一部分呢 你说因为大秦有人到过台湾 或有人到过香港 那个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 那这个当然是很牵强 所以你要假设了一个固有疆域 你这个说法才合理的 更荒谬的是 常常提出这个说法的 中国共产党 张哲平上台之后 也跟俄罗斯 当时的苏联 应该是后来的俄罗斯 去签订了这个 这个确认边界的条约 因为有正义嘛 那就把很多有正义的 这个非常大片的土地 正式承认是俄罗斯的领土 那这个 你怎么跟过去的人交代 你怎么跟现在的 中共的民众交代 为什么可以直接就把土地 让给俄罗斯呢 那那些让给俄罗斯的土地 是不是固有领土呢 所以这个说法是 非常值得上确的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 哲学问题 也是一个老问题了 就是我们如果要讲说 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它一定就是要 同一个东西嘛 这是一个同一性的问题 它必须是 同一块土地上的 同一群人 我们才能够说它 分分合合 但是呢 在中国整个 那么长的历史过程里面 它的领土就像变形虫一样 对不对 有大有小 甚至呢 还有外族来统治过 那我们如何让它圆的过去 其实这就是 要非常高明的一种 话术 一种史观 才有办法 把这一整套圆过来嘛 那你觉得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如果不接受 这样的一个中国史观 那我们要怎么 开始重新理解 这一块土地呢 或中国的土地呢 那我觉得有几个部分 一定要先了解 第一个就是 历史呢 就是统治者所写的 统治者所写 当然你不一定要介绍 比如说 现在台湾也好 或香港也好 都不认同他们说 什么自古以来 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 等等这些说法 但是你要把这一个 作为一个 建立一个更稳固的 所谓史观的话 那就必须要 更仔细的去了解 台湾本身记得历史 然后它跟 所谓过去这个 东亚大陆上面的 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 大家要了解 历史并不是真理 但是历史 历史会展示部分 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真相 所以历史就是 你要挖掘过去的真相 所慢慢所构成的 当然这个真相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真相 也是由可能是统治者 他所运用的教育跟媒体 所过滤过的 他有些是隐藏的 只讲部分的真相 所以这部分的真相本身呢 就已经有缺陷了 不是说他有没有真相 当然他们讲的时候 也会用特定的历史观去讲 比如说台湾光复台湾 光复台湾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政治性的一个用语 因为他假设了 台湾就是中国的 那当然大家也非常清楚 这个蒋介石曾经跟 当时的这个陈怡有提过 这个台湾其实是他们在拓管的 并不是现在中国的领土 要小心要处事 所以他们在外面他会讲一套 对他们有利的这个说法 也是背后就有一些的史观 所以台湾正如我刚刚说 我们必须要发展出一个 非中国主义的中国史观 那这个的前提就是 我们要反省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这个所谓大中国史观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台湾曾经是 就是在国际社会或国际法的框架底下 曾经割让给日本国 所以日本是台湾的合法的政府 但是我们如果用它叫做占据 或者是就是日本占据台湾 这个讲法跟日本只是治理台湾 就非常不一样的语言了 那或者我们要讲说 叫做中共窃据中国 那这也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那我们如果这样子来思考的话 那当然就是重新让它恢复比较中性的语言 然后略微不带政治 但其实也相当困难吧 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子一讲的话 可能有人说 这又是去中国 又再去中国话了 你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呢 基本上 我先回应一点就是 我们现在不是要去说去中国 去不去中国 是因为你原来就已经中国化了 你才需要去中国 所以问题我们应该是发展出 不是要中立的一个历史观 是一个台湾主体意识 发展出来 怎么去看待中国历史的时观 不是接受 我刚刚一开始说 不是去接受 梁吉超到现在为止 所发展出来的这一套大中国时观 我们要去发展出 台湾人自己怎么看待 中国历史的一套时观 所以我刚刚的问题 去中国话 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已经是 包含了一种大中国的思维 才会问这样子的问题 那照你这样的理解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要以台湾的主体 来看待中国 只是世界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有世界时观 东亚时观 好 那我想这样算是一个足够澄清 你对大中国时观的理解 那么非常高兴 今天有梁文涛老师来跟我们讨论 他所理解的大中国时观 也做了他背后整个的 框架概念的分析 那很高兴 这是我们今天 哲学台前前的节目 我们就这一个 非常高度争议的问题 来讨论他的哲学的层面 那非常谢谢梁老师 今天来跟我们讨论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我们民事台湾学堂 哲学台前前的节目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